真真是佛人 一定要真发心 这个事情不能够虚假 一丝毫虚假都不能够掺杂在里面 为什么把我们功德破坏了 人存在世求什么 功名富贵假的 代不去 无非是造业 善业 不过是人天佛宝 卧业就是三土 而且决定是三土的业重 三土的业多 善业少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还有卧西起 从这里看就知道了 虽然没有 不再造卧了 但是那个卧的样子 常常露在外面 自己不知道 别人看得很清楚 你那种坦诚痴的样子 傲慢的样子 嫉妒的样子 都还有 心不贫 所以一定要晓得 银口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有智慧 他知道他自己造的业 这就是智慧 所以他念佛是真干 真心 真愿 真念 三天三夜 就把阿弥陀佛念来 不容易 为我们证明 弥陀经上所说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七日 前面一到六 是数目字 后头七不是的 那个七当什么讲呢 你念佛功夫圆满了 那天叫七 七是代表圆满 七的意思 是从四方上下当中 这叫七 你念佛功夫 哪一天念到更佛有感应呢 那天叫七 有人一天成功 有人两天成功 决定会成就的 只要你真心你 感应快速 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放得下 那念佛不能相应的 就是没方向 要常常想想 我还有哪些没方向 没方向的 自己能发现 不用别人说 别人也不会说你 说你深烦恼 还要跟你结怨仇 那我深烦恼 那我深烦恼不相信 那是唯一 让我们自己能觉悟的方法 就是 读经 天经 那 严福提众生 耳根最立 天经 比读经 更有效 读的时候没读懂 天天懂 那 天经 凡夫 听一步进 读心 古神仙仙教导 我们 这个方法是好方法 没有好方法 一步进 不断重复学习 好死 没有开悟 不换题目 为什么 求念佛三昧 得到念佛三昧之后 就有 开悟的可能 那 这个例子 古今 中外 都有 只是我们 粗心 答疑 媒体会到 那 我们自己 寻着 古神仙仙 这条路子走 他 走到了 我们 一定 也能 走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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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